哈喽大家好,我是瘦了40斤的脸,依旧很大的大摇 我现在是中午吃饭时间 我昨天有一点点忙,所以就忘记做我的减肥餐了 所以就今天去外面吃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种减肥人士去外面是怎么点菜的 其实今天中午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其实我最近还挺想吃鸡肉的 因为怎么说呢,我觉得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吃鸡肉了 最近发的视频也全部都是素菜啊,吃鱼啊之类的 所以今天我打算去吃鸡肉 就自我安慰鸡肉是不长胖的,所以我今天就打算去吃它 我们公司附近有一家挺好吃的黄焖鸡 我今天就打算去冲信它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要去的那一家店是卖馄饨的 但是它里面的黄焖鸡特别好吃 等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到了就是这一家,我要进去吃它的黄焖鸡 我正在焦急地等待我的伙食 好饿哦 哇这样看我的眼睛真大 对不起大家 哦对之前有人在评论区里面问我说 问我的口红是什么色号 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口红的颜色是阿玛尼的405 就是传说中李佳琪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一只烂番茄色 好看吗 妈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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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懂饭懂饭 妈呀 妈呀 我和妈呀 天呐这也太看起来太实了 妈呀 妈呀给了我一碗米饭 但是我不会吃它的 我今天就吃这一碗 一步把泡断了二十八年 但是我的天啊 我现在来吃了 你看我的天啊 我现在不是很好看 还欠了 接着我 真好讲 回来 起来 那就是不想吃 不想吃 我来看 这就是不想吃 吃 餐饭 我现在很爱 我吃完饭啦 我现在要去上班了 哎 真是的 每次在外面吃完饭 我就觉得感觉自己要胖个十斤 每次吃完真的 那犯罪感满满 希望千万不要长胖了 虽然只有这一顿 但是还是就求求老天爷 不要让我再长胖了 哎 减肥真的很难的 今天可以说是 一起比较比较水的视频 希望大家将就着看吧 那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